現在進行國事論壇 每位委員發言三分鐘 請陳以信委員發言 大家早安 新冠肺炎造成全球大封鎖 對世界各國的經濟衝擊已經開始蔓延 美國第一劑的經濟已經萎縮2.4% 第二劑恐怕會超過四分之一達到26% 而第三劑之後 目前想都還不敢想 2009年金融海嘯全球經濟停止成長 下跌0.1% 但是今年的全球經濟預估已經要下跌超過3% 國際貨幣基金IMF已經指出 這一次的全球大封鎖 Global Lockdown 證明是1930年代經濟大蕭條之後 全球最嚴重的經濟危機 而世界貿易組織也預測 今年全球貿易萎縮量可能會達到三成以上 台灣是一個外貿導向的經濟體 有90%以上的經濟活動 與全球經濟有密切的互動關係 換言之 這一次全球經濟的大封鎖 台灣幾乎人人都會受到影響 然而目前政府的紓困方案當中 現金的補助集中在受影響的企業 以及自營的業者 受惠的民眾人數只有300萬左右 而且既然高達有2000萬的國人 都沒能拿到現金的補助 這代表政府嚴重低估國人會受到影響 相信再過來的經濟衝擊 不只是業者受害 或者說是失業者需要紓困 一定會連一般的受薪者都會需要紓困 更不要說是在地下經濟的從事者 或甚至是全無工作的街頭流浪者 都可能會是這一波經濟衝擊的最大受害者 因此本席呼籲政府不要為德不足 在拯救經濟的關鍵時刻 請政府慷慨一點大方一點 對人民再好一點爽快一點發現金 當然發現金要排富 這是因為不同所得的家庭儲蓄習慣比率不一樣 高所得家庭儲蓄率高低所得家庭儲蓄率低 所以高所得家庭要給少一點 低所得家庭給多一點 這樣會讓更多的現金流通 在市面上創造更大的貨幣陳述效果 目前要請政府能夠從善如流 好的建議盡快發放現金 謝謝 謝謝 謝謝陳委員 接下來請李貴敏委員發言 李貴敏委員發言 4月9號口罩的興致上行 我們知道這個已經可以從14天拿到酒片的口罩 但是我們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說 同時我們也知道有240家的口罩業者 在這個時候要退出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形 其實我們知道尤其是很多的單人藥局的情況 要把酒片的口罩包裝 其實是一個非常簡單 但是非常耗時的一個勞力的工作 政府為什麼不能夠把這個包裝口罩 這個並不是藥師專長的項目 讓機器來做 而非得要由一個不是這個專業的一個藥師來做 我們看到藥局在這次的防疫過程當中 他的付出已經非常非常多也非常的辛勞 這樣的一個貢獻呢 不只台灣全球都可以看得到 我們也知道台灣是一個IT的一個大國 到目前為止台灣的IT產業傲視全球 我們的軟體的人才也是舉世有名 為什麼我們不能夠結合我們的IT產業 結合我們的設計APP的人才來做一個機器自動化的一個包裝 如果我們可以把這些的我們台灣的優勢結合在一起 我們讓APP設計的人才結合我們台灣優秀的工具機的產業 做這些機器手背的 我們讓口罩包裝的事情呢 能夠在口罩產出之後呢 他還是可以做一條邊的一個生產 我們就可以讓我們的藥局 或者任何負責分發口罩的一個單位呢 他能夠專門來做口罩的分發 而不用把這樣的一個心力放在簡單無趣 勞力費時的一個時間上面來講 這樣子我相信我們很多的國民都樂意付出 那我要再提到的是這個不僅僅解決口罩的問題 最重要的一點呢是事實上機具的一個出產 機具的外銷出口的部分呢 在去年減了12% 在今年前三個月的期間呢 機器出口的部分呢 它還是持續的下降 它只有到8%而已 如果我們可以發揮這些機器人的這個手臂 讓它加入這個生產的話 那基本上面來講 我們不僅僅解決口罩的問題 同樣我們也擴大我們的內需 讓我們的相關的產業呢 能夠在這個時候 在疫情衝擊全球經濟的一個時代呢 它也能夠即時的趕上 這樣的一個作為 為什麼我們的政府看不到 我們希望政府把心 用在真正的防疫的事上 我們讓台灣優先 也帶動台灣的產業 謝謝 謝謝李委員 接下來請吳思懷委員發言 院長各位同仁早安 我想 防疫中心 醫護人員 以及全體民眾 連續幾個月的防疫成功 是舉世皆知 我們贏得了國內國外的口碑 但是本習在這邊要提醒 雙重標準是最後可能破功的一個角度 我們一個雙重標準是 從中國大陸武漢回來的同胞 要集中隔離 這個政策是正確的 歐美回來的居家隔離或者居家檢疫 產生嚴重的破口 現在問題發生了 從3月底到現在統計的 美國回來的有30例 英國回來20例 法國回來19例 這個破口到現在慢慢感覺到了 開始做一些彌補措施 所以我們希望有口碑 標準要一致 一個民主國家對待人民 從不同的地區回來 要統一的標準 否則就失去公平正義的利基點 第二個標準 口罩政策 我們現在的口罩產能 一千五百萬片每天 我們有能力 原外一千六百萬片 已經獲得國際上的掌聲 但是對國軍 真正捍衛國家安全的 我們卻不給他供需上的平衡 一萬多片當然是不夠 然後大家開始為國軍發聲的時候 變成四萬七千片 十八萬國軍 我們的政府何其忍心用這種標準對待 昨天晚上我接到很多官兵的回應 在靠北長官的粉絲專頁上又在說 因為我們要求國防部 向防疫中心提出來 每一個官兵希望每天有一片 有這個量能嗎 我們庫存四千多萬片 為什麼不幫助國軍 結果國防部要求官兵 自己去上APP去購買 要去督導檢查 最後一點 我要求很多次 衛福部跟教育部配合 讓高中以下的學生 能夠主動配送到學校 讓他們去買 節省家長排隊 節省藥局負擔 節省APP塞車 節省學生家長的不放心 這麼容易做 現在量能夠 網路沒有問題 政府為什麼不趕快去做 照顧學生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 謝謝 謝謝 謝謝吳委員 接下來請葉玉蘭委員發言 院長 各位同仁大家早 三個星期 在新北的中和 有一部汽車深夜逆向行駛 不服取締 試圖衝撞臨檢點 最後有兩個警察 線上巡邏的警察把他攔下 原來車子是由一名少年無罩駕駛 他在面對警察的時候 態度傑傲不遜 口出惡言 拒絕配合 原警使用強制力 把四個人都要求他們趴在地上 甚至還有一個原警 用腳踹了其中一位 這個事件造成輿論嘩然 也引起許多討論 警察的認真執法 該體 但是 對趴地少年 踹頭明顯的是情緒失控了太超過 警察是個特殊的行業 面對的人事物龐雜 在街頭執法的時候 永遠有太多不可預期的因素 有不可掌控的風險 但是 街上不會永遠都是壞人 也不可能是每一個巨檢逃逸的人 都是窮兇惡極的匪徒 他們可能只是單純的想要逃避處罰 這是人性趨吉避凶的本能 第一線的原警 因為要面對可能的危害 要擁保警覺的 有這樣的需要 所以必須要精言謹學 精進謹記 精實體能 才能夠保護自己 也保護人民 而作為一個執法者 溝通與情緒控管 更是必須要有專業素養 執法師 與民眾的溝通 合一理直 不必氣壯 更不要動氣 執法師 更不應該夾雜個人情緒 或者是讓自己的情緒失控 綜合警察踹頭事件發生之後 有階層覺得非常委屈 因為國人手法的習慣欠缺 嗆警襲警的事件實有所聞 但是警察的執法尊嚴 必須要以專業素養迎回來 一言之 足夠的警學素養 純熟的警記能力 與正確的應處態度 才是真正的執法素養 警政署應該要強化法治教育 與勤務訓練 讓員警能夠更精確 更準確的執行 將警察執法的品質有效提升 才能夠以專業的執法素養 建立警察的尊嚴 法治的公民社會 需要人人守法 尊重執法 社會的治安守護靠警察 請大家持續為警察加油 請警察自己也加油 謝謝 謝謝 謝謝委員 接下來請曾民中委員發言 謝謝 謝謝院長 振興紓困經濟 必須花現金 儘快花現金 從三個層面來看這個問題 第一個從促進消費理論來看 在一般情形等額政府支出 就受補助者的滿足感而言 現金效果大於等於消費券 消費券效果大於等於足夠券 就刺激消費而言 現金等同消費券 確確的效果則決定於邊境消費傾向 經濟體系中想用錢 卻沒有錢用的人越多 則現金或消費券的效果越大 至於足夠券 足夠券理論上 由於降低特定財貨或勞務的價格 刺激消費的效果等於需求彈性 以需求彈性等於四算 七五的價格會帶來25%的需求量的增加 顯示政策效果相當有限 這也是為什麼大多數國家 不採行足夠券的最重要原因 第二點從各國紓困的振興政策來看 目前美國、英國、加拿大、澳洲等先進國家 日本、韓國、新加坡等鄰近國家 紛紛大力推動發放現金 作為重要的紓困措施 顯示方現金以獲得喜多國家的支持 有一定的需要與政策效果 第三點從所得的層面來看 美國低薪問題非常嚴重 多數勞工與家庭 一旦面臨無薪假或者失業 將承受重大的經濟風險跟衝擊 更需要政府透過發放現金 有效來因應紓困 以107年度勞工906萬勞工領編 月薪未滿3萬元者高達33% 超過300萬人 未滿4萬元者高達66% 超過600萬人 107年大學畢業生平均每月薪水只有2萬8% 扣除學貸房子等必要支出 所剩無幾 一旦面臨無薪假事業 就會讓原本生活非常絕距 陷入困難 所以本席基於以上的三點 建議政府紓困最振興經濟 必須趕快發放現金 盡快發放現金 才能有辦法協助廣大勞工 在這個疫情面臨重大困難的時候 協助他們度過難關 謝謝 謝謝曾委員 接下來請李德偉委員發言 院位主席 尤院長 還有所有在場的同仁以及媒體先進 今天本席要談論的是 我們口罩外交 台灣中華民國我們有能力 可以去協助其他的國家 援助其他國家的口罩 是一件好的事情 但是假如弄巧成拙 反而引發對方的不滿 這個就非常的嚴重 以最近新加坡的例子 我想新加坡的總理夫人 在網路上的一個貼文 引發了台灣跟新加坡網友之間 重大的爭議 在這個部分裡面 我希望 我們的行政部門 能夠把整件的事情 調查清楚 公諸於大眾 新科工程 在台灣的兩條生產線 為什麼會移回新加坡 這當中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我認為行政部門有必要 讓台灣的民眾知道 更有必要讓新加坡的民眾 來清楚 是不是台灣當時的禁止口罩出口 真的劫持了新加坡 在台灣生產的口罩 這個部分 我相信一定要去釐清 所以在這個部分裡面 我們希望我們的政府 要把好事能夠做得更好 而且我也不希望1450的網軍 讓台灣的口罩外交 引發重大的爭議以後 反而受到傷害 其次 本席3月4號 就要求教育部長潘文中 跟我們衛福部的陳時中部長 研議 每週發放五個口罩給學生 由學校來做 今天已經4月17號了 當時4月6號的隔天 其實衛福部陳部長 就有明確的回應 已經在研議了 但是到目前為止 我們還沒有看到相關後續的效應 以及相關的做法 本席也希望行政部門 可以好好的來思考 怎麼樣解決家長的問題 怎麼樣解決學生的問題 最後本席當然希望 行政部門能夠在紓困的部分 發放現金 為什麼 因為假如紓困還要申請 還要審查 那對於現在已經非常辛苦的民眾 真的是緩不濟集 謝謝李委員 接下來請林思敏委員發言 謝謝 謝謝院長 本席今天要呼籲政府 排富發現金 比較實在 肺炎疫情造成經濟衰退 人民失業 各國政府都在盡最大的努力 全力協助幫助自己國家的人民 我們的鄰國日本 補助每戶八萬五千元 受災嚴重的美國 補助每戶十萬兩千元 以我們最近的香港 補助每人四萬五千元 新加坡補助每人一萬三千元 關注執政的民進黨政府 編列了一兆五百億元的紓困預算 但並未如各國一樣 來發放現金補助我們的國人 反而以類似折降券的方式 以振興抵用券來抵用我們的消費額 這根本無法達到振興經濟 刺激消費 以及解決我們人民破缺需要的紓困的必要性 這種方式本席真的要代表人民對執政者發出怒吼 這種方式連團過晚順的優惠 都比我們的政府還要大方 政府根本沒有苦民所苦 丟了一根骨頭當恩惠 就想讓全民來買單 振興抵用券及庫泵券誰受賄 我想我們現階段沒有人民感受得到 我們的基層百姓更感受不到 本席再次呼籲我們的政府 排富發現金貸貸貸 不要再拿紓困2.0 當作欺騙我們大眾的籌碼 你們現在編列的所謂有發現金 只是編列兼困企業勞工薪資補貼 以及自營工作者的補助 以及弱勢的補助 以及擴大就業的補助 以及減班休息的補助 這根本對於我們全國的百姓來講 根本無感 這幾個項目只有補助了300萬人受賄 而對我們大部分的台灣人民都沒有感受到 所以本席在這邊再次的呼籲 我們的政府派富法現金貸貸貸貸全 我們的人民都要逆水了 還不趕快丟救生圈給民眾 反而只是把預算編在那邊要經過審查 然後要經過政府的審查才能夠去使用 我覺得這個對於人民來講 真的是非常的不方便 所以本席再次呼籲 排付发现金开启载 谢谢 谢谢林委员 接下来请廖国栋委员发言 院长各位同仁 今天本席就这次的整个疫情的过程 表达几点看法 首先我们对卫福部在这几个月来的辛苦 表示未免 他们做的真的是普世都赞扬 这个我们一定要在这里说 但是整个疫情的管理并不是一百分 仍然有几个漏洞 我必须要在这里代表地方也好 甚至代表一些业界来表达 其一 台东县政府在上个月 特别要求我呢 要向卫福部来请求资源 相关的检验设备跟人力 我后来才发现 台东县所採检的检体 目前啊都要移送移转 不是移送移转到花莲的慈祭医院 去做进一步的确诊 这个行程 两百公里来回就是一天 那么工作人员呢 每天必须要这样子来来回回的去送 所以要求 卫福部尽速的来补足这个缺口 补足检验设备跟人力 在我们卫福部呢 也从善如流 很快的 已经在昨天送了一套设备 到台东的布立医院 今天也要送达马街医院另外一组 在这里我们就注意到了偏乡 在整个疫情当中容易被遗忘 第二有关长照服务 现在啊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社会福利也好 或者社会服务的一个重要工作 那么这一次呢 我特别用长照服务 恐惩疫情的缺口 恐怕是一个造成社区感染的 一个不知道的一个缺口 来特别提出呼吁 卫福部一定要非常快速的 来关注相关的长照服务的 可能成为疫情缺口的一个状况 很多家属不敢让人家知道 他家有一个必须要接受长照的家人 那么家属也没有义务告知 这个服务员说 我家有这个被感染的 甚至有很多家属现在啊 几乎请这个服务人员说停止服务 是因为目前长照跟健保啊 这个整个系统是完全分别的 所以哪一家有案例 长照都不知道 这个必须要尽速的完成 这个整合才不至于变成缺口 谢谢廖委员 接下来请洪孟凯委员发言 院长各位同仁 我想昨天我们听到了一个网路上的消息 马上媒体的报导说 国军口罩现在要自己利用相关的APP去购买 所以国军口罩需要自购 我们要在这边透过国事论坛时间 呼吁三军统帅 你真的应该帮帮忙 帮助我们现在十八万九千的国军 至少大家都应该要有口罩吧 记得这一次疫情发生期间 二月初的时候因为口罩的数量不足 因此国军弟兄马上也第一时间 投入了支援生产 到目前为止任劳任怨 持续的在经营当中 所谓的口罩国家队 国军弟兄绝对功不可没 绝对是无名英雄 可是我们现在看到 在上个礼拜 整个十八万九千的国军弟兄里面 只分配到了一万多的口罩 而经过立法同仁 我们不断的努力争取 才增加到四万口罩 但距离十八万九千 还是只有百分之三十左右的一个需求 也因此 有高达七成的国军弟兄 其实是没有口罩可以用的 我们要说防疫势同作战 如果真的势同作战的话 那怎么可以让我们的国军弟兄 手无寸铁的上场 跟敌人来搏斗呢 而如果这一次的防疫 还没有到战情那么严重的话 那我们也要请教 过去的两三个月 政府把口罩征收进出口 并且来做配给 这又所为何来呢 我们现在还有很多海外的侨胞 也没有办法拿到领到 买到足够的口罩 我们的国人要寄出去 也都非常的困难 所以追根究底 我们还是要呼吁三军统帅 身为三军统帅的蔡英文总统 请您在一次可以拿出千万的口罩 赠送做口罩外交的同时 我想两千三百万人并没有反对 我们要去支援 我们要去协助我们的国际上的朋友 但是在做这个事情之前 能不能再回来看看我们的国军弟兄 看看我们在第一线作战的所有 不管公务人员 医护人员 或者是相关人员 真的有没有足够的口罩可以用 我们真的呼吁 现在的口罩不够是事实 尽管国防部今天再出来的说明 这个是辅导而不是强制 但是如果一个次长要到部队巡视 都要要求每个人戴口罩的话 那三军统帅真的要请您帮帮忙 给国军弟兄一个口罩 谢谢红委员 接下来请温玉霞委员发言 游院长各位同仁大家好 今天本席要讲的是学习超前部署 杜绝黄疫漏洞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公布的一项最新研究报告指出 除非各国政府能有效的快筛病毒 或迅速的量产疫苗 或者直到2022年 全世界都可能需要持续实施 间接性的隔离政策以此看来 为因应疫情而居家隔离和学校停课 将成为常态性的防疫措施 所以请问政府 我们的线上教学超前部署 都准备好了吗 教育部过去几年来 编列大笔的经费预算 补助鼓励数位线上教学 但是真的等到新冠肺炎病疫情延烧的时候 当教育部下令必须延后开学的时候 教育部反而是在防堵远距教学的运用 举例来说 教育部一方面规定校园 如果出现两起确诊个案 就要全校停课 并且全面实施远距教学 另一方面就又大动作挤着政治正确的大旗 下令各级学校尽用口碑最好的 连口一锅都在用的Zoom 视讯系统 教育部这种做法 搞得各级学校鸡灰狗跳 成为政府超前部署 防疫政策的最大讽刺 除了各级学校 私人幼儿园和补习班 安亲班也出现群聚交叉感染的防疫疑虑 先前的第365个确诊个案 有一个小朋友4岁孩童 就读的幼儿园 具有高达121名接触者 其中有一部分被要求居家隔离 另一部分则出现疑似症状 造成孩童家长人心惶惶 哈伙研究预测 被感染的民众群疫之后 会不会对新冠病毒肺炎产生免疫还不知道 而且一旦解除隔离 病毒将很快地又席紧回来 放眼世界 现在欧美多士学校都已经采取远距教学 本席呼吁 我们的教育部要以开放前瞻的观念和做法 来领导疫情下的教育对策 这样才能做好战备工作 战胜病疫 确保所有民众和全国的学子们健康的安全 以上是本期的建议 谢谢 谢谢 温委员 接下来请杨琼英委员发言 院会主席院长 各位同仁 新闻界的朋友 纾困要现金防疫要口罩 纾困要现金防疫要口罩 新冠状肺炎造成各界的紧张 我们应该把政治放在两旁 国人的健康就经济为第一优先 但是从这三周来 不断的协商到昨天的协商破局 我们仍旧希望礼拜一的协商能够达到发放现金 我们也愿意听到执政党目前顺应民意 能够将排富的发现金纳为纾困的条件之一 但是我们看到执政党所提出的发放现金的补助 只有国内人员的国民的305万人 换句话说 会将台湾2000万人作为排富统统排出去 我们看到美国每一户是10.2万 日本每一户8.5万 新加坡每一个人发放1.3万 香港每一个人发放4.5万 这些国家都是比我们的个人所得 平均值都还要高很多的国家 这些国家都已经正是内需的刺激在发放现金 为什么我们执政党难怪难道听不懂民众接地气的呐喊声吗 因为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把我们台湾已经下修到我们的GDP是负4点 是负4%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们很清楚的看到 未来的经济挑战 是让人民会非常的痛苦 所以我在这边再一次的强调 纾困要现金防疫 要口罩 请执政党必须要接地气的发现金 让我们的民众渡过难关 所以因此在这边 我们要特别为国军 18.9万的国军来请命 总统告诉我们 我们的口罩绝对是够的 那为什么要让所有的家长来紧张 请三军统帅出面 让我们的家长安心 发放口罩给我们的国军 让他们能够站在第一线 为我们来努力 这才是真正总统所说的 我们的口罩是够的 谢谢杨委员 登记国事论坛发言的委员 均已经发言完毕 现在休息